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景蘭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怎麼做牛肝菌義大利麵 那這道料理呢 它其實很簡單 可是名字跟感覺就是它很厲害 因為它有牛肝菌 它又有松露 所以你就要呈現一個料理很高級的感覺 可是事實上做法非常簡單 很適合去騙男朋友或是男朋友的長輩 男朋友的家人說 哇 好媳婦 你好厲害喔 你竟然會做那麼厲害的料理 那端出去不會丟臉 現在就教大家怎麼開始 現在我們的材料都已經在這邊了 然後我現在開始切菜開始備料 蒜切末 要是你不喜歡大蒜的話 你也可以不要加大蒜 然後接下來是我要切雞胸肉 那雞胸肉我要切丁 那一樣是我不要皮 因為皮很容易很油 那要是你怕雞胸肉不熟的話 我為什麼講話會變片段 就可以切小一點 現在我們把雞胸肉都切快了 大概是醬子的大小 醬子的大小 好的 然後呢現在我們開始切羊菇 是無意間一個意大利餐廳的 一個男主廚教我的 不要想太多大家就是好朋友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這道可以用來就是騙長輩 然後現在是我最害怕的 我現在好害怕的洋蔥喔 因為我每次切洋蔥都會哭 但是很怕這個洋蔥 然後人家說要放在水裡面切 可是我在放在水裡面切我切不好 就是我會切歪掉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害怕 哇好漂亮喔 很漂亮 很像 水潭可破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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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很怕 可怕 超怕 超怕那個 妳覺得做菜嗎 但我還是很害怕 因為我每次洋蔥這道我就過不了關 我覺得好可怕 我覺得好可怕 妳可以看著它嗎 我覺得好可怕 我很怕我會留言耶 因為它加洋蔥其實比較好吃 或是其實我切洋蔥的時候 我都是 只是叫我的朋友幫我切 它是 我想像它是這個形狀的 對 但是我只會用切蘋果的方式切 目前為止眼睛都沒事 很怕講完就有事 然後現在該切的都切好了 所以呢 我現在 冷鍋冷油 現在看一下 一個鍋 它已經滾了 太棒了 已經滾了 然後呢 要拿這個麵 天使西麵 就一定要一天使西麵 因為天使西麵大概煮個 十分鐘 三分鐘就可以了 加點鹽巴 通常我會加兩匙啦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酸 就是 便宜的感覺 然後呢 現在冷鍋冷油 小火小火 然後呢 下洋蔥 洋蔥跟蒜一起 在下洋菇 然後翻炒洋菇上色 然後翻炒洋菇上色 要炒到洋菇出水 不然要加一點水 然後呢 加一點奶油 加奶油會讓就是整個意大利麵更香 然後再下肌肉 然後再下肌肉 就是奶油跟肌肉一起 就是讓肌肉上色 然後盡量讓它 就是每一面都 上色 讓它上色 對 絕對 覺得離世婚年齡越來越近 好像 這種 小廚娘的工作 確定 應該要會一下 對不對 至少 對 對自己父母 跟對 未來的 先生 或是 先生的 爸媽有點交代 突然變得有點好媳婦的感覺有沒有 我要下巴黎香 要先撈起來嗎 很忙耶 好 先撈起來 我怕它太熟 然後 下牛冠菌 我覺得炒個大概 我不知道炒多久 就是炒到 顏色 雞胸肉的顏色開始有一點顏色 不是那麼的深的時候 你就可以下牛乾淨了 加點鮮奶油 讓整個奶香味更豐富 我先試一下味道 我要再鹹一點 加一點點送路 攀等 送路 拿 買一瓶這個 就會覺得好像 一切都變得很高級 然後這時候 加上我剛剛的麵 一起 我現在看一下我雞胸肉有沒有熟 有雞胸肉熟了 很好 完美 完美 自己講 擺盤是你們學問 先過去 這夾子 你知道 不是在自己夾就會有一種不知道怎麼辦 好 現在我們的麵已經收了一點湯汁之後呢 就是把火熄了 然後把麵加在我的盤子上 然後加上去的時候 轉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好像比較好 好像這樣 反正跟你講擺盤是我的弱項 雖然我是念設計 但是你知道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這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擺盤這是我 它很香 它感覺很醜 都會剪 現在我就是 稍微把麵弄得好一點之後呢 我現在 很努力的擺盤 讓上面充滿了這個 百里香 上面全部就是 把不好看的地方折出就對了 絕竅都在這裡 好 然後呢 這個花 這個冰花 你看上面有這個 就是很像結冰的東西很可愛 然後就是點綴它 再弄上一坨 雙鹿醬 對 就在這 好了 牛肝菌義大利麵完成